在八年前考原中心国中时长 结合毕业生们在学校操场 埋下时空胶囊 17号校方邀请校友回到校园 打开这跨越时空的回忆 没想到 变色照片吸满泥水 只能依稀看到自己的性子 还有烂成一团 到底主人是谁 都无从辩论的纸张 时生们看着这坨烂泥 心情无畏扎成 照片PO上学校脸书 网友校班直呼我们的未来 中程一滩烂泥 时空胶囊没用 可能要时光机才有救 也有人安慰 至少心思温暖的 塑胶带是环保材质 然后后来都已经有点粉碎了 所以就已经进水 原来时空胶囊活动 是2016年 由目前已经退休的 张姓竹人发起 相约十年后 再一起回到校园 以当年 但因为运动厂加在年底 进行整修 提前两年打开 结果没想到充当胶囊的塑胶箱 无法帮操 外头包裹的塑胶袋 也早已经分解 时空胶囊承载的回忆 也收集圣路的泥水 打开的时候呢 难免有一些失望 但是在翻的 寻找的过程中捞出来 又发现有一部分 是完整的一个刺激 还可以看得到 当时同学 还有老师的一些照片 老师们也非常的一个 开心跟喜悦 尽管保存不完全 在网路引发乐意 或许乡内物品泡水 但对乡聚家校园的校友们来说 回忆可没跟着泡水 记者刘志展 桃园采榜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